我叫阿甘,是一名警察 今天我们调查清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案件 小花小美是一个品学兼优学生在学校里面 她帮助同学非常的友好 大家也都很喜欢她 她还有着一个非常好的小伙伴小花 这天小美在和同学小刚聊天的时候 说自己不想活了,想去死 小刚非常喜欢小美,自然就开导她 于是就约了她和她的好朋友 明天一起去一个同学家的海边别墅玩耍 他们到了别墅后就开始尽情的欢畅 而且还吸食了我们警方明令禁止的毒品 没想到小美突然昏倒了,哮喘发作 大家都手忙脚乱的想救她 尤其是小刚 急忙想送小美去医院可是被朋友阻止了 朋友说大家都吸食了毒品 如果被我们警察捉住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与此同时,小花去小美包中给她拿药的时候 发现了小美手机屏幕上传来的关于奖学金的信息 她很愤怒 因为小美答应过她不争夺这个奖学金的 于是她就没再给小美拿药 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她死去 后来几个人一起把她的尸体从海边悬崖抛下 没想到第二天小美的尸体又飘了回来 小刚把她装进了行李箱 想一起找个地儿埋了她 可是就在前去找空地的路上 发生了一系列的诡异事件 先是偶然出现一个小美的鬼脸 把大家吓坏了 车子都撞到了路边的大树上报废了 每个人都精神恍惚的 这个时候只能下车就近埋葬小美了 没想到小花却逃跑了 小刚的朋友前去追赶她 吩咐小刚自己埋葬了小美 这个时候又有怪事发生了 从埋葬的土里面伸出来一只手 抓着小刚不放 好不容易争托了这只手的小刚 吓得魂飞魄散 突然听到自己身后有动静 于是便拿出刀子自我防范 回头就是一刀 没想到这次站在自己身后的是自己的朋友 她就这样一刀杀了自己的朋友 原来小花是跑来向我们报案了 她把我们带到那片荒地时 正好看到了小刚正抱着死去的朋友 她见事情败露 准备拿起朋友的枪自杀 可是那只是一个普通打火机 根本不是手枪 于是她又选择了另外一种死法 那就是把汽油倒了一地 用打火机点燃了汽油 烧死了自己以及周围的一切证据 小花回到学校后取代了小美的位置 还拿到了本该属于小美的奖学金 大家都像喜欢小美一样喜欢她 可是只有小美的弟弟对她凶神恶煞的 她自己也总是觉得一个浑身是血的小美 在盯着自己 这天她恍惚中上了天台 心生愧疚 一跃而下 跳楼自杀了 可是就在小花死去后 怪事仍在继续 小美的弟弟是跳水运动员 笔之姐姐略有逊色 所以她十分的嫉妒姐姐 并且在一次姐姐和小刚裸体聊天的时候 用手机记录下来了姐姐的这段不雅视频 为了报复姐姐把这个视频传到了网上 其实小美从来没想过争夺奖学金 可是妈妈逼迫她去走演员路 这个奖学金对她来说很重要 于是便逼迫着她去争取这个机会 于是也就发生了接下来的这桩惨案 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小美的灵魂已经惩罚了该惩罚的人 相信她也会安息的 如果喜欢我的故事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